哈喽各位小伙伴们 你们有多久没有看我的包包里面有什么了呢 没有错 第17天的内容就是 我的包包里面有什么 那么最近最常飞的包 一个小号的Ticapu 我今天早上去上班之前 差点铺了个街 哦不已经铺了一个街 那么呢因为今天英语明明的伦敦 它就蹭 就地板是湿的 它就蹭上了 这些边边角角 其实都蹭了满多脏水 我早上急着给人家拿东西 然后拿了东西之后 我就去上班嘛 我一看什么问题都没有 什么问题都没有 就是一点点脏的痕迹都没有留下 哦有 就包底下带有一点皮的这一块 稍微脏了一丢丢 那么其他地方 也不知道是因为我擦得及时 还是它本来就不容易脏 那么 它就没有事 我大概这半个月 我都一直在背这个包 没有换过包 所以里面东西又很杂很乱很多 啪 哦我的包就空了 完全空了 那么我们就从 哎呀随便 我们就从纸质产品开始 说看看有什么东西吧 第一个呢 是一个这个 这个东西是考驾照的时候带着 以防万一 Counterpot driving license 但是呢它说 在2015年6月8号之后 它就没有效了 哦原来是这样 因为我拿这个没效的纸当宝贝 那我们就不说这东西了 下 还是跟驾照有关的 我前几天去考 那个theory test 我fail了 那么这个就是那张通知 通知我fail了 我的multiple tries 分低的有点可怕 但是呢 我的hazer perception 分还是挺高的 嗯 如果你们看那天那个vlog 的话你就知道 my心情一死很大 那么下面一张纸 今天上班去买了 就是休息的时候 去买了一个奶茶喝 我今天不要吃东西 两个护手霜 这两个护手霜的话是 这个是一直在我包里的 这个是我今天不小心真的进去的 所以 包里常备或是多少 都快用完 两个都快用完 一瓶眼药水 这个好像在羊眼水 这个眼药水 乐敦的 嗯 就以防万瘾 就怕自己什么时候 突然要用那个 东西了 以及 有一个这个 这个是Cereal 那个牌子的一个 棉棒的随身鞋带的 很可爱 但是我这其实已经坏了 你看 被人家给把头给掰下来了 我很伤感 但是它还是很可爱的 所以我还是会拿它 哎呀 所以我还是会拿这个东西来装我的棉棒 超可爱 是个melody 很可爱的melody哦 我本来还有一个七彩虾心条姐姐 以及还有一个 hello kitty 但是七彩心条 因为被一个小朋友 小仙女的搞坏了之后呢 她就帮我买一个 她也没有见得给我买回来 然后我就被她拿走了 那我就打算自己到时候再去买一个 有很多很多的零钱 我看看我现在现在有多少零钱 我点一下 一磅 一磅二十匹 一磅四十匹 一磅六十匹 一磅八十匹 两磅二十匹 哎 两磅二十匹 两磅五十匹 二磅六十匹 二磅七十匹 二磅八十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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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还有二磅八十匹的零钱 耳机 就是反正很乱的 耳机 卡包 这一个是 Paul and Jo sister的一个卡包 我买了好多年了 而且很便宜很便宜的一个 Nectar Card 就是我楼下先锁机会用的 还有中超的卡 还有Super Drop的卡 还有Boots的卡 以及我们的临时驾照 出门带这个超级方便 耶 哎 我这里就还有包解酒药 那这个呢 又是解酒药 嗯 这个 我算是拿来 出去玩的时候做必用的 但其实呢 它不是说能保证你 完全不醉 它只是保证 比如说你原来是一杯倒 它可以让你一杯半倒 然后这个东西还有一个用处 如果你是你在喝酒之前吃的话 它是可以提高你的酒量 如果你已经喝过酒了 你再吃这个的话 恭喜你 你会吐得很爽 而且也会醉得很快 这个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个原理 但是它的解酒效果真的很好 因为有时候的话喝多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头超级疼 但是如果吃了这个的话 第二天早上头一点都不会疼 LAME的这个润唇膏 已经挖了很多基本上空了的一个 香水分装 因为现在那个 这几天要出门经常出 然后补香水会补到 就是一个红色 就是在亚马逊上买的罐子 然后里面装的是 Jo Melon的Red Roses 还有几个美妆的东西 然后跟口红 这根口红是香奈儿71号 Rouche Coco Shine的71号 是个这样子的颜色 是不是超级裸 很好看的一个口红 但它涂出来稍微有一丢丢的紫色的感觉 以及有一个 Apocalypse的液体唇釉 这个的色号是304 这是我之前出去浪的时候用的色号 以及我今天嘴巴的颜色 就是这一支Mark Jacobs的一个口红 4号是叫230 在这边 230 我的护照包 看我这护照包好不好看 这个护照包是我在淘宝上面买的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但是很好看 那么里面的话呢 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 是我之前考亚斯的号码 到时候我要去查阅成绩用的 然后我的护照 然后还有我的证监照 Police Registration 如果你们是在英国的 你们都会知道这个东西什么东西 以及我的BRP 就是签证卡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丢了是要我的命的 我的手机 我的语文书 我的语文 赞誉超高的 我的眼镜 我这个牌子在这里 叫Kite 有风筝了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一个 眼镜系列 就是一些飞行员镜的那种 样子 那么这个眼镜 他们家的话呢 全都是量身 也不是量身 就量你的眼睛给你 就是制定最合适你的那个眼镜 你就是先选框 它一般这个框框有四个颜色 有金的 然后有银的 有玫瑰金 还有一个枪色 Gunmental那种颜色 那么我买的是银色的一个 你们可以看到我这只眼睛 的那个度数会很深 然后这只眼睛是没什么度数的 因为我两只眼差得很远 我是 眼视散光 然后这只眼是475度 这只眼是25度 你知道了吧 你知道我的眼睛有多奇怪了吧 那么它的这个劲腿是可以选的 它大概有七八种不同的劲腿 就是你先选了劲框 然后你还可以选劲腿 而且超级便宜 我这一副眼镜 包买镜 包买镜 然后还有配眼镜的话 一共是 150磅 然后 因为第一很有设计感 第二也不会说太贵 其实很多眼镜的话 不是不好看 是太贵了 买不起 而且 有一些大 像大牌的话 他们能够追求很多 有一些就是稍贵一点 我看一点的话 外面配不了 我去年买了一个那个 叫什么 Linda Ferro的那个眼镜框 你们也见过 就是我在这个月的第一个视频里面 戴的圆框 我找了好多地方都不给我配眼镜 因为第一 我的度数本来就很奇怪 第二的话呢 要配镜片难度很高 就是有的地方是要我加很多钱 我就不愿意加那笔钱 那么有的地方是说你的眼睛度数本来就很奇怪了 你还要这样子搞 我们不给你配 所以 但是这个他们就 无论是从厌光 还是配眼镜 还是最后给我调整 那个大小 都超级超级专业 而且价格也不是特别贵 所以还是推荐给你们这个牌子的 接下来呢是我的手套 我这个是在那个CarologField买到的 那么它是半纸的 毕竟你有时候要用手机 你用全纸的手套 你会用不了手机 用这个的话 你就可以就是很自由的用手机 而且保暖性也还很不错 那么最后一个东西就是我的火鸡根 嗯 我不想做一个推崇抽烟的人 我觉得 如果你是已经开始抽烟了的话 那我就不扎着你 你们也不要扎着我 那么 如果是你们不抽烟的话 你们有必要为了跟头去抽烟 因为这个的确不是什么非常好的生活习惯 第一从美观方面的话 你的牙齿会变得很脏 第二的话 皮肤的确会变得不好 但是 都已经成瘾了 那怎么办呢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这么多 我们明天再见 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个衣服看着特别暖 咦咦咦咦咦 看着就特别暖 特别暖 特别暖 拜拜 明天再见咯